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身为父亲的他常带着孩子 在城市步行的时候非常有感觉 无论父母带小孩或是陪伴长辈 行经路口时都有安全上的顾虑 发现车辆不一定主动离让行人 因此市府交通处与警察局 将加强宣导行人友善政策 就是我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在过年期间 我们希望加强宣导 对于行人友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我们希望所有的用路人 都要按照这个道路交通规则 来礼让行人 尤其是针对孩子 尤其是针对我们的长辈 如果在这个行走的过程 如果这些行人在过程中 如果他们没有被这个车 汽车离让的话 那我们也欢迎你们提出检举 我相信警察局 包括张局长在内 都会全力支持 受理报案 那我们的目的 是要告诉这个城市 所有的市民 每一个市民都有可能会是行人 是路人 即便他是汽车的驾驶者 他也是一个路人 也是一个行人 车子要让行人 是最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 也是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基本要件 从小到大 我们的课本 我们的教育 就告诉我们 车子要让行人 尤其要让孩子 尤其要让长辈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呼吁驾驶要有同理心 礼让行人 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一旦违法 将储新台币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的罚还 希望驾驶人 确实礼让行人 让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